長榮集團遺產風波 官司禪送八年 如今終於有結果 張國偉不諱言 就是爸爸留下的遺產 讓他能開啟航空事業 大房三子張國正不服氣 提出確認遺囑無效訴訟 被最高法院以張榮發 當時具有遺囑能力 而且在場有指定見證人為由 撥回定業 張榮發二零一四年首寫遺囑 提到全部存款跟股票及不動產 都有四子張國偉單獨繼承 張榮發過世當年 共留下約兩百四十多億元遺產 法定繼承人包含大房子女 及張國偉等六人 依規定遺產除以繼承人數是 因繼承 因繼承的一半是特留份 也就是除了張國偉以外的五人 可拿到二十億元 張國偉則是一百四十億元 那執行遺囑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需要各個的那個繼承人 去配合簽名或蓋賬等等之類的 那換句話說 如果假設那個繼承人有不配合的話 可能還會有其他的不排除 或其他訴訟產生 那可能他就會訴訟法律 就是請求那個執行遺囑 根據張國偉身邊有人透露 如果大房三子不遵照遺囑 將不排除再提告 至於張榮發遺產市值 目前已漲破五百億元 張國偉拿到的部分 也增值到兩百億元以上 猶如現實版財閥家的小兒子 三例新聞 張庭祥 葉利婷綜合報導